今天就去九套山 試完Upcar Rollins就找了我 一齊來試試這部兩球半的Lexus LM500H 在後座皇帝位究竟如何享受影音樂趣 因為裏面有一套Mark Levinson 的 23 個 speaker system 去做這個 3D 臨場感 究竟在後面這些老闆車 如果一邊看電影一邊乘搭時效果是怎樣 今天就有機會試試 看到現在有Upcar同事 凌智同事也在 今天我們會在這部車上試玩 一會兒陳先生會跟我說 究竟他們想怎樣去試試這部車 陳先生 Hello 辛苦了 不要說這些壞事 今天辛苦了有司機大佬 跟我們一起去試試這部車 一會兒看看還有甚麼玩 我們10點半在九龍灣上車後 原來他們只拍產品放置 也拍了一個多小時 只是拍外觀而已 陳先生 為何拍那麼久 製作認真 製作認真是嗎 當然啦 我很要求畫面 還有我們的兄弟很辛苦 我們拍車日曬雨淋 今天熱死辣辣 真是辛苦 你看到每一分鐘每一秒都是血汗換回來 剛才試車 陳先生試車的時候 我坐過他的車 他現在繼續研究車 還有哪些位置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會兒車尾 其實這個車尾很棒 它有23個喇叭系統 即是有些是全頻 有些是超低音 這個特意放一個九吋的超低音 在後面 想把低音放到前面的兩個座位 還有你看到 其實它的車後面 它本來我們平時坐五個人或六個人的位置 它是兩個座位做完 根本上這輛是一架飛機 一般這麼大的MPV 最終可以連同司機 最盡可以坐八個人 坐八個人 它就全坐四個人 而除了司機和旁邊的乘客之外 中排只坐兩個人 真棒 即是你老闆 對 老闆 哈哈 陶貝 陶貝 哈哈 大家以為這個開場的位置很容易做 原來它們要精心量度好很多次 到最後才有一個Final 我現在已經看了第五次 第六次了 好嚴謹 One Eternity Later 終於都可以試試這輛車的音響系統 一個影音系統 現在其實這輛車很誇張 為甚麼呢 它裡面有一個13A插頭 以及兩個HDMI-IN 可以插一個COMMcast 進去 現在我就插一個COMMcast 進去 接駁回Wi-Fi 看看Netflix的效果究竟是怎樣 我們剛才拍了一些車廂 其實我都有做過功課 這輛車真的很像一輛 好像一輛遊艇 亦都像一輛飛機 好像商業車一樣 首先這裡有塊板 如果有空姐來就送餐了 你看看這輛車 前面這裡是一個雪櫃 還可以放在雪櫃 還可以放在雪櫃 剛才Lawrence 說 這個位置的雪櫃 還可以放在雪櫃 然後前面有一個很大的手飾箱 放甚麼都可以 音響方面 它是用Mark Levinson 的23 Speaker System 來做回整個車廂的音響效果 但它並沒有特別支援Dulby Mosa DDS-6 等 因為它也是用回Madevinson 的3D Surround Sound System 去製造影院的效果 而我自己覺得頗特別的是 後面只有兩個乘客 都沒有多少人 頭頂上都會有一對超高音的array 一對這樣放在這裏 做回天空聲道 這下我覺得它做得頗有誠意地 讓每一個座位的乘客 都可以享受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而最重點我覺得它很特別地 就是用了這個ANC 的功能 有一個 Active Noise Cancelling 在車內有四隻咪的聲音 去吸收到車廂的聲音 可以減低路噪的影響 以及車外的聲音 令到你可以專心投入地看電影 現在我們便去吃飯了 拍一拍都已經三點了 吃完飯後還有少許東西要分享 大家可以看看駕駛那邊 我怎樣和大家分享 好 終於拍了車後面說話的位置 老實說我到現在都沒有正式去過前面看過 這輛車內有23個喇叭系統 前面都佔比重多少 還有中央控制台都可以設定2D和3D的位置 這個螢幕上有少許東西要調教一下 譬如在這輛轉項聲音 可以調教一下中高低音 其實要設定的東西不太多 因為它都已經定死了 今天很開心 陳先生和他的兄弟在這裡 我們有機會見識到他們的專業 真的很榮幸 亦可以見識到這輛車的200多萬 究竟如何令到家庭影院的體驗 可以在行車上有提升 真的很恐怖 大家記得看完影片後 在那邊留言說一下我今次做過嘉賓 亦都多謝陳先生的邀請 別客氣 希望多一點機會我們一起合作 下次我來你的頻道 好的好的好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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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